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這一節要講的就是 研究拜登目前 面對的處境 拜登最近面對美國 國內的通脹 持續升溫 跟石油 能源的價格上漲有直接的關係 拜登在上台之前 很明顯就是要兌現 桌底的選舉承諾 他 不會讓油公司 利益就沒有了 所以美國 不願意 開採其他能源 也 不會 忽然之間增產這個石油 所以 快到了中期選舉 美國總統拜登 只能夠 去中東做訪問 大家都知道 中東的關係 跟 民主黨政府拜登其實就是 一般 絕大多數 跟中東 尤其是跟以色列 跟沙特 關係非常之良好的 大家都記得 這個就是 共和黨的特朗普 拜登 就是訪問中東 但是 成果 相當 相當之有限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我們也邀請所有的聽眾 希望你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再說一次 本台 就是除了兩次特殊的情況 從來 都不會 叫大家入錢 所以 這件事是沒得屈的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這次拜登就是走了去以色列 還有就是沙特阿拉伯 但是這兩個地方 似乎 根本也不是太過歡迎拜登 拜登 這次的行動 如果從分析來說 就是 人權 就是倒退 因為立場倒退 你要 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意味著你要就著很多人權問題 要對沙特阿拉伯邪惡的政權 就是需要做出妥協 所以 人權倒退 石油增產 一樣無望 對方你也不想理你 結果 拜登 只能夠出賣自己的原則 出賣自己的立場 使人權倒退 而在經濟上 任何成果都拿不到回來 拜登這次去 本來就住幾個問題 就是要去討論 本來 就是去以色列 說人權 然後 再去中東 例如沙特阿拉伯說石油增產 增產是說增加增 但是到了四天 成果 非常非常有限 在 對以色列問題上 除了 他們解封了往返以色列的飛機 飛越沙特領空限制之外 除此之外 基本上拜登 這一趟 去中東 基本上 任何成績都沒有 雖然拜登本人 對於這次前往中東希望挽回一些分數 這件事 就是相當之重視 他就描述 這次前往中東 就是一件大事件 但是 美國總統拜登坐完空軍一號 然後 去完中東再飛回去 就是華盛頓 但是 沙特阿拉伯這一邊 就覺得這件事 只是小事一中 根本不覺得 跟你的談判有任何的突破 根據智庫的研究分析 認為拜登這次的行程 就是相當之 成果非常之有效 有限 原因很簡單 整個 行程 全世界都知道你 就是為了要應付美國 自己的通脹問題 就是這個時候 才嘗試 向中東招手 中東的朋友 對他基本上 就是沒有一個深厚的交情 這件事所以就是外交事務 也就是我們 現在 都在面對著相同的問題 如果你問我 我確實認為 香港是不應該 就是 靠某一些 有 有頭有面 有知名度的人 去處理 香港的所有事項 在早前我們 搞這個 不是我們搞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是協辦單位 當時就是Hong Kong Watch 搞了 就是這個電影播放 叫做香港本色 當時有機會坐下來 在一個飯局裏面 我們也展述 我們對於 那個 香港人 我們在英國 以及香港 都清楚看到 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們直播也做到 做過 在這個六四的集會上面 大家都看到在場的香港人 有大量的人士 在喊 香港獨立 換句話說 有 很大的聲音 這種聲音 是沒有獲得充分的代表 所以我真的認為 真的支持這件事 其實他們是需要 有另一種形式 有 足夠的代表 能夠代表他們光譜的人 存在 這是第一點 第二件事 外交 大家不要小看 即使你能夠找到 就是一些頭目 例如 在美國 例如你能夠在華盛頓DC 例如你能夠找到 就是那些 代表人物 但是 你真是去拜會 很多個 不同的國家 的國會 拜會他們的議員 這個 真真正正建立一個 大家互相認識對方 互相尊重 的一個就是 長久的關係 到最後這個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外交事務 這件事 拜登這次的行程 就正正告訴大家 他這個做法正好是反面教材 臨急抱佛腳 去到自己就快要選舉了 知道 國內的經濟處理不了 臨急抱佛腳 飛去中東 飛去以色列 飛去沙特阿拉伯 為了 換取 一些 立即可以拿到回來的成果 拿成果回來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 跟你的選票有關 換句話說 人家就是知道 說得白一點 用香港的術語來講 誰都知道你過來找我們打卡 為了你自己的選舉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收貨 根本人家不是覺得你 有心跟我們去建立一個 長遠的關係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 一而再 再而三強調告訴大家 歐洲 的看法 對於 我們剛才上述所說的事 包括議會 獨立等等的問題 他們的看法 跟我們的理解 未必完全一樣 尤其是最簡單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 我們見完他們的人之後 很明顯 他們 支持的東西 遠遠比我們 我們自己想像 要去得更加遠 所以你就知道了 別人支持你的東西 可能比你 提倡和要求的東西更加多 你就知道 我們其實在某個程度 在顧部自封 所以我們也要再說多次了 立陶宛以我們的理解 他們希望的 是有一個 長久的敵血盟友 因為他們知道 對抗的不是一場選舉 他們正在對抗的 是一個 邪惡集團 這個說的是 全世界 如果放生他們 全世界都會遭殃 所以他們希望 要的東西 如果不是真的 跟他們有一個 較為深入的交流 只是臨急抱佛腳 你想要的時候就去找人 人家 一定會知道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你 感谢观看